大家好,我是Data 今集我們來到旺角 會介紹一間比較傳統的酒樓 這間酒樓叫做金遠酒家 第一個賣點就是交通非常方便 就是旺角地站一上來就是了 另外這間酒樓的賣點就是 它的折頭比較多 很多時候都在做五、六折 所以大家來到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特價的價錢吃它的點心 我今天就很早到了 就想試喝它的早茶 今天早茶就有五折優惠 看起來五折就很底下 但食物質素如何就要試過才知道 我們又照舊講一講交通 不過交通就很簡單 我們在旺角地站一出口出 一出來就會見到尼敦道655號 坐電梯上四樓就是了 我們在金遠的時間大約是十點鬆一點 來到的時候其實客人就不多 我想都是三成客人左右 所以就很多位任坐 原本工作人員就安排我坐一張四人桌 然後我跟他說想坐一張角落少許位置 他就安排了一張四人桌 現在我坐這張桌 它除了後面是沒有人之外 另外它那張桌子很夠大 擺點心就會鬆動很多 拍攝上來就會方便很多 先講講這間酒樓的環境 這間酒樓就是以米白色為主 就不是傳統酒樓的紅色 我就不是說好知這間酒樓開了多久 但看到它整個米白色的環境 都算是比較新淨一些 這間酒樓應該本身它就可以間開很多房 現在因為疫情期間 它就用了間板來間開兩袋之間的距離 加上它有很多柱 所以導致其實我們一看下去 其實就看不穿的 除了疫情期間我們會安全一點 也會令到大家的聲音沒有那麼影 我們說過這間酒樓的賣點就是 折頭特別多 現在我們來介紹一下 早茶就是大中小點一律是半價 精選的中頭飯就12.8起 早市其實就由朝早到12點鐘 午市都是大中小點一律六折 星期一至六那個午市時段就是12點到2點鐘 星期日同是公眾假期 6折後就加2元 午市時段就11點半至2點鐘 下午茶大中小點一律都是半價 星期一至五下午茶時段就是2點到5點鐘 就入座計的 如果是星期六日公眾假期 下午茶的時段就是2點到5點 即時間就一樣了 不過大中小點就要加1元 另外下午茶還有兩樣東西比較便宜 一個就是上海小籠包 9.84個 以及切雞米線16.8一碗 應該大家留意到 通常特價都是大中小點 特點就沒有半價 不過幸好這間酒樓就是 大部分點心都是大中小點 特點其實就不是很多 我覺得這樣做都是公道的 即是不會說大中小點就只有幾樣東西 然後其他東西全部都是特點頂點 那除了點心是很優惠之外 早上都有很多特價的飯 還有粥 其實都是十多元左右 就不是很貴 酒樓的折頭就很厲害 但最重要就是 大中小點究竟是多少錢呢 其實它正價來說就比較貴 小點就27.8 中點就37.8 大點就43.8 特點就是48.8 這個價錢就很高 五折之後價錢就不算貴 六折價錢都算是正常的 因為半價時段茶位都有半價 那就是7元 今次我就選了香片 下面見到就加了很多茶葉 這個香片質素我覺得就相當不錯 除了香片是很香之外 也是有茶味 今次我就叫了五樣點心 分別就是鮮竹牛肉 水蒸包 松子餃 麥汁叉燒腸 煎蛋牛肉飯 麥汁叉燒腸 大點 腸粉也是見到皮是比較透明一點 都可以見到裡面的餡料 好 先加個醬油 它的醬油就分開上的 大家就可以按自己的需要加了 這個叉燒腸 其實它上面的皮就很薄的 不過下面的皮就略為厚一點 裡面都有幾多的叉燒餡料的 但是這個叉燒腸吃起來的味道就不是說很舊 加完豉油之後都不是說很夠味 材料就豐富 不過調味就淡了一點 這個就是香芋松子餃 就是大點味的 其實它的造型都挺漂亮的 剛剛上課的時候是很熱的 看到皮就是很透明 看到裡面的餡料 三個餃都是半月形的 看到點心很脹肚肚 這個松子餃味道真的很不錯 一顆吃就很喜歡 糊口味就很明顯 再加上裡面有些很細粒的松子 寫上來口感的變化就豐富了 而且大家要留意皮很薄的 還有很煙嫩的 這個松子餃不論它的造型 質素都是相當不錯 這個就是鴛鴦水晶包 就是終點 見到裡面就有兩種餡 一種就是蓮蓉 另一種可能是麻蓉 其實整體我覺得樣子都不差 而且都很熱的 我先嘗嘗蓮蓉味 蓮蓉水晶包跟我說的味道就不太好 一來皮就比較厚一點 二來豆沙的餡料雖然很多很豐富 但是豆沙的餡料好像有點焦了 所以味道就不太好 麻蓉的餡料就正常很多 味道正常很多 所以起碼就不會有股焦味 所以這個水晶包就比蓮蓉水晶包好吃的 我覺得鴛鴦水晶包的質素就一般 大家就可以不需要試 鮮竹牛肉終點 大家見到這個牛肉其實就很大粒 很飽滿 在這個造型又真是很不錯 山莊牛肉就有一碟稠汁 不過我覺得這個稠汁的味道就不會太過酸 這個牛肉我覺得質素都不錯 這個牛肉咬起來就是鬆鬆軟軟的 但是又不會說很散 家長裡面有些馬蹄又挺爽口 這個牛肉就這樣吃其實已經挺好吃的 這一邊就點少少稠汁 牛肉點了稠汁之後 味道其實真的豐富一點 酸酸的 但是一口吃其實味道都不錯的 所以這個山莊牛肉我自己是挺喜歡的 這個就是煎蛋牛肉飯 那就是13.8 13.8這個飯都很划算 這個飯就比較簡單一點 一個煎蛋在上面 下面就有些牛肉 最上面的煎蛋就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個牛肉餅想不到死上來都挺好吃的 因為它的肉味都挺濃的 飯除了硬一點其實就OK的 所以煎蛋牛肉飯就比我相信中就好一點 特別它的牛肉餅是做得挺不錯的 13.8就可以一試的 現在我們又看到一張單 我們就叫了5個點心 再加上茶位 就是101.8 加完1之後就112元 除了全餐我們又做了總結 其實這餐的價錢來說我覺得就OK的 可以接受的 5個點心的質素 當然就是有些是好有些是不好 從子餃其實我覺得真的挺不錯的 都值幾值得來試一試的 不過這個鴛鴦水晶包就會真的差一點 環境就是傳統酒樓的環境 它有個好處就是它間隔比較多一點 就不會說那麼吵那麼應聲 還有現在是疫情期間都會比較安全一點 服務態度就一般酒樓的水準 就不算是特別差 也都不覺得是特別好 而地點就真的非常方便 旺角地站一上來就是了 中學長就是剛才所說的優點缺點 其實這間金軟酒樓我覺得都可以一試 今集就介紹到這裡為止 下集我會再介紹企劇坊 多謝大家支持 下集見 拜拜